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餘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歡迎大家又來收聽《自然了發與你》 今天仍然有你們的節目主持人我Anna 還有袁醫生在這裡 袁醫生你好 Iron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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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各位聽眾朋友都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兩樣的筆都有了 非常好 其實上次也有提及到 其實有兩位聽眾也有發電郵過來 或者在討論區提問問題的醫生 是的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是專門為這兩位聽眾的問題 提出比較詳細的解決方法 在自然醫療中有什麼處理的手法 我首先讀一讀她們的來信 或者她們的病歷大概是怎樣 首先有一位女士她今年37歲 大概7年前 因為腹痛和肚子 維持了整個月的時間 後來去看西醫 亦被西醫斷定為慢性的盲腸炎 因此而做了一個切除手術 但當時出現的時候 有名做過護士的教友 告訴這位女士 其實割出來的慢腸應該不算是發炎 不過做手術也沒有辦法 記得當時雖然這個是小手術 但這位女士也要用了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才康復到七至八成 好像這個經驗 在外國也有這方面的研究 她說一般情況之下 慢腸的手術有四分之三是被發現 根本不是慢腸沒有發炎的 而無謂開了刀 這是其中一個外國的資料顯示 其實很多人是判錯症 就走去做 她也有人說到 有時這些做錯都很肉酸 她的手術醫生就會把健康的慢腸 刺繞出來 用手捏壞它 就是捏壞它 變成不會令自己的記錄那麼差 有四分之三的慢腸手術 結果根本是不需要開刀 這位女士可能也是這個情況 另外提及到 她說不知道 其實因為她父親有一個先天的慢性血管發炎 她就擔心會不會遺傳給她自己 因為其實她也未曾去做過檢查 也都不知道 其實應該做什麼檢查 才可以確實到有沒有遺傳給她 但手術後 她的腸胃比以前更加差 而且經常有腸胃敏感和吐血的情況 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還有她提及到 她說最想知道的治療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驚痛的問題 這位女士的驚痛也很嚴重 其實大概五六年前 已經是由私家輔科醫生轉介到東區輔科 但當時沒有做過任何檢查 只是由這位女士口述病情 和痛的程度告訴醫生 醫生就斷定她有子宮內膜移位症 初時只是打開鼻癮藥給她女士吃 但吃完之後完全沒有減輕病情 所以醫生就要求這位女士打三個月一次的鼻癮針 就將驚期完全停止 醫生還建議她打兩年 但因为他觉得打针期间身体有很多不舒服的情况出现 例如整个人会有水肿的情况 还有肚腩开始胀大 虽然经血没有流出 但剧痛的感觉仍然是 剧痛不会很大 但周期性的不适仍然会在 例如经前腹部胀痛和下巴 也删除了很多痛的胸瘡 他直接形容的情况是一颗未好 另一颗又起 所以这位女士打第五次的鼻印针后 已经停止了 经期需要一年 后来才慢慢再 整年都没有经期来 唯有再去医院 医生开了一段时间的鼻印药 后来一个月之后的经期才回来 但当时做了一个阴道的超声波 发现删除了一些子宫线瘤 但因为在政府医院 所以医生只是略略地告知他 说其实是一颗很小的子宫线瘤 暂时没什么影响 不需要理他 只要定期做检查就可以了 所以这位女士也没有特别理他 因为当时停经都有两年多了 所以经期再来的时候 时间一来周期乱了 而且经血比以前更多 但是没有痛楚了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经痛又回来 而且还一次痛过一次 到了2008年7月 在私家的苦科医生 再做了一次阴道的超声波 确定子宫线瘤 和在直肠附近 原来发现了一些 子宫内膜移位的细胞 但是当时私家医生 就告诉他 除了吃止痛药 和做整个子宫的撤除手术之后 就没有其他方法了 所以他唯有去找中医 刚刚就医了一个月 这位女士就有了BB 但是三个月后 好不幸亦少残了 至今其实 惊痛的情况也十分之严重 简直他形容是痛不欲生的 其间一直都有看中医 大概半年前就开始做针灸 但是都只能够减轻一点 很少左下腹的痛楚 还有肚瘦肝门内聚的痛感 完全没有帮助 一直以来 这位女士都尽量避免 去吃药打针来止痛 但是这几个月 真的痛得很厉害 而且痛起来就停不住 所以也不得已需要打针 或者吃止痛药 但是就算打针 也需要等两个多钟 再吃多一次药 相管齐下 再睡一觉 醒来才会停止痛楚 而药力一过 又继续回去痛 还有就是经血停止后 在肛门内聚的痛楚 仍然存在 而且每次也会有肚瘦 每次他大概有四五次大便 也是去不清的 下腹也有胀胀最痛的感觉 直至到旌旗开始第十日 才回复正常 这位女士也提及过 因为正常每一天 只是一次大便 但他发觉自己有这样的情况 以下医生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想问以上病情 自然疗法是否可以帮助他 以及他可以在哪里找到治疗 大概也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病情 第二条 就是他提及到 他觉得他的肚腩很大 由未打针停经之前 二十三吋 去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吋了 所以他应该不算 他本身不应该很肥 大概149cm 有40kg 但医生说子宫线瘤很小 所以肚腩也不关事 那些应该是脂肪 他就问一下 自然疗法是否可以帮他减脂肪 因为他无论是肚腩多少次 其实肚腩的腰围都没有减少 第三个问题 就是他说日本人 在饮食方面 他意思是他本人的饮食都算清淡 有很多营养的补充妻都在吃 例如一些fiber powder OPC 钙粉 B杂 鱼油等等 以前也有试过市面上 或者朋友介绍给他的其他 帮助减轻痙痛的药剂 他也有试过 但当然至今也没有好转到 请问他的病况 是否真的会比较严重 而这些补充剂都帮不了他 还是如果他没有吃的话 其实会不会比以前更差呢 他觉得现在就像一只白老鼠一样 就自己帮自己在做实验 段医生 你可不可以帮他 这次他聚述自己的问题很详细 大家都可以看到 首先我提及了 其实盲腸手术 其实很多都是无谓的手术 还有他做了这个手术之后 他都经过一段长的时间 半年到一年才完全康复 接着就开始肠敏感和肚射 这个情况通常会这样 你可以想象得到 一般做完手术 他通常医生都会用抗生素 抗生素会将你的肠里面 很多的菌 好菌差不多可以说 都干扰得很厉害 接着之后 人们有这些后遗症 肠敏感和肚射方面 最后医生都说 他都没有什么做检查 就当他是子宫朗末移位 这种经痛 因为基本上很多时候 这些经痛 背后都很多时候 跟子宗朗末移位有关 很可惜 远时一般西医的做法 就是用荷尔蒙去基督去控制 但是结果做这么久 都是不行的 最终最终在西医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年纪差不多 他就见你割了子宫 大家了解一下 器官割了 不是真的医好了 是 譬如你的手指有问题 他切了你的手指 他不能说医好了你的手指 没错 其实整个问题 我们都在经验里面 和很多人的经验 都经常都见到 都是这样发生的 好了 在治癌医的角度里面 当然我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首先要了解一下 到底经痛的成因在哪里 是 其实经痛 基本上是我们的子宫壁的肌肉 是很劇烈的抽缩 这个和我们的子宫壁里面的 有些接收站的接收站 是有关的 这些这样的接收站 是由身体的荷尔蒙 或者心理的因素 会影响它 如果有些女性 如果是有种叫做前列腺素 是很多时候 那这种这样的前列腺素 就会令到我们的子宫接收站 刺激过度 是导致我们出现过度的收缩 导致所谓的惊痛 是 那为什么会导致这些 这样的前列腺素 会增加得那么多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的食物 如果我们对食物敏感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 很多女士有很多时候 很容易是对那些念珠菌 就是那些 yeast 那些这样的食物 会有敏感的 那通常呢 要吃那些 就是那些 baked food 就是那些 烘干的面包 饼干 或者那些高饼这方面 或者喝很多那些 精炼过的果汁 这个都很多时候 都会导致 这个痙痛的现象出现 那另外一个很主要的 导致痙痛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营养不良 那你会说 没有可能 今时今日的人的食物那么多 没有人饿的 为什么营养不良呢? 那问题就是 虽然今时今日的人 的食物很丰富 我们也不会说饿了 但是很可惜 因为我们的 现在种植的泥土里面 已经很缺乏很多 基本的微元素 那所以呢 就算我们吃到的食物 都不是代表 我们吸收到 食物里面的真正营养 因为本身营养都没有什么了 好了 那还要加上呢 很多毒素 在我们那些 一般的防腐剂里面 附加品里面 还有很多咖啡因里面 都有很多毒素 是会影响我们身体的 系统功能的 那还有呢 如果我们吃很多的 红肉啊 和那些乳类的製品 那它有很多荷尔蒙的 那这些都会令到 我们身体的荷尔蒙 是受到冲击 或者改变的 那还有吃很多 煎炸的食物 都会导致这些问题的 那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的经痛有两种 一种是叫Primary的 就是本身经痛 第二种是叫Secondary 就是可能有其他因素 比如好像子宫 是 那我相信经痛 大部分人都经历过了 就是在这个经期来的时间 那个小腹 下腹 是抽痛 还有冤冤痛痛 还有那个下腹 是很聚感 还有那个腰背 或者那个大腿 那方面 都有一种很沉重的冤痛 那除了这个之外 很多时候呢 症状也都包括 有一种作呕 作门 胃口不佳 头痛 就是会暈 或者焦虑 或者无精打采 情绪低落 还有那个肚射都有的 那很多时候当然 我们的压力 都会导致这方面的 惊痛的问题 是 那很多时候呢 那些女性就会说 我生了十元仔之后 就会好一点的 那事实上是 是的 那很多时候 那些女性都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都不一定 一个人都一定可以 始终的荷尔蒙 在我们的生育过程里面 荷尔蒙要重新调整 那所以有些女性 就觉得 我生了十元仔之后 症状就没有了 那样 那这个都是真的 那但是呢 也都很多情况之下 就是可能一段时间 可能问题都会出现 好了 那就是我看到 那个成因 和那个症状 那我处理这方面呢 当然呢 在自然医院有很多 很方便的方法 的 比如在那个营养方面 我通常呢 会吃一些所谓 着重一些 清凉一些的 蔬菜类的食物 会减轻炎症 和减轻刺痛的那种感觉 那很多豆类的食物 阿麻子油 有机的谷类 那个蜜片 和清清的蔬菜 都可以帮助到一部分 那还有深海鱼 譬如tunna鱼 三文鱼 麦克鱼 这些都可以 可以在这方面用的 那做一种方法呢 他试过呢 用清蒸豆腐 或者是煮豆腐 加一些 pumpkin pie 那些spices 或者是肉豆扣 这些药物 这种食物 都可以减轻 就是帮助我们整体 来舒缓 是 好了 那营养素方面呢 在外国有个研究 发现呢 你可以吃点尾 因为尾是会 会释放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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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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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形式的 他呢 就有一种预防作用的 那通常份量呢 大概呢 是300到500mg 一日 嗯 那 这个一种方法 那 一直呢 吃到你呢 就觉得你那个 那个能够忍受 所以什么的忍受呢 就是你由300到500mg 一路一路这样吃 那如果一路增加呢 到最后呢 你就会有一点轻射作用的 嗯 那到轻射呢 就是你的身体呢 尾的吸收已经饱和的了 嗯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一种荷尔蒙 叫DHEA 那这种是一个 Mast Hormone来的 由DHEA 身体制度很多不同的荷尔蒙 那样的 那很多情况之下呢 因为这个DHEA 那个是不足 那我们身体呢 就平衡 那荷尔蒙的能力就差了 那 那 那除了这个呢 譬如有时候有些人呢 会头痛的 就是经期前 又或者加上头痛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吃的乳健草药呢 都是在这方面有帮助的 那就是视乎 这个一般的症状 那我觉得呢 是吃一些清凉的 蔬菜类的食物多些 那在这方面呢 整体的饮食方面呢 其实都可以帮到部分的 那绿茶呢 也都可以帮助的 绿茶呢 就是当一般人的绿茶 是一种清凉的作用的 那 那 蔬绿茶大家都知道了 那绿茶叶啊 那来到泡茶 那剩一种是奴会 那奴会呢 那奴会呢 发现呢 很多时候呢 是会帮助这个这样的 处理这些这样的痙痛 那包括了 头痛啊 那个 敏诊啊 或者刺痛啊 发烧啊 或者口气啊 或者皮肤那种这样的 疤痕啊 在那个 或者那个 那个 暗瘡啊 这方面的情况呢 都是有帮助的 那因为呢 那个奴会呢 是可以减轻我们 那个肝胆里面 那个 那个 酸度 酸度的水平的 那还有 有少少少轻舍作用的 那 那当然 那奴会呢 可以当茶饮啊 直接当juice 都可以的 那还有一种工具呢 就是 Dandelion 那个蒲公英这方面 那原来呢 Dandelion 是清肝的 我们身体知道呢 是 肝呢 是一个身体的化工厂 来的 那我们呢 很多时候处理的身体 荷尔蒙的 条理呢 我们很着重呢 是处理肝这方面的问题 那所以任何的 处理肝的草药也好 也都会帮助我们身体的 荷尔蒙的 调理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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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肝炎、尿道炎都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黑色麻辣Black Kohosh 通常是处理刺激素的不足这方面 也可以减轻疾痛这个问题 中人吃惯当归 当归可以帮他们的子宫和高院的荷与毛 那方面的处理 也对潮烈、经前症后群、阴道干燥 这些都可以帮助到 还有一个就是YM Musa 这个亦是处理疾痛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姜黄 Tumari 我们吃咖喱粉 这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相信我们听众的来信都有提及 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在吃 是 很明显它可能目前来说都未足够 我们会在同类疗法方面 譬如我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会着重在同类疗法方面加一些力度 因为同类疗法应应用得好 效果是更加好的 是 好了 同类疗法当然我们要辨证 辨证很重要 我们看看同类疗法有什么疗剂 好了 我或者给大家感觉一下 我相信我说一些名字 对他们来说可能都没有什么印象 是 不重要的 总之你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同类疗法医生 我们遇到一个病的时候 我们很需要辨证施治 是 那视乎它的阵营 我们会开放一些不同的疗疗剂 那我给了几个例子 让你有点感觉 概念 就是我们怎么去看病 譬如如果一个人 他本身是有很多敏感 就是跟经痛共有 是 但我们只是说经痛 我们疗剂有很多只 有百多只 那我们主要的方面 我要根据其他的资料来选择 为什么这一种是对这个病人有帮助呢 好了 如果一个病人有很多鼻敏感的问题 经常鼻又失失 经常觉得胸后 经常好像压闷的感觉 和长期的鼻疲劳 那我会考虑一种叫ammonium carbonicum 是 ammonium carbonicum 很多时候那些人以前 都用来闻鼻的那些盐 吸鼻的那些盐 通鼻的那些盐 那很明显 那就是鼻塞 是吧 那用这个来处理它 那我和他们的疗法疗剂 是由这个叫ammonium carbonicum 是主要这方面的 这个病除了经痛之外 它买好鼻敏感 都很厉害 经常鼻塞 胸后好像觉得 好像呼吸呼吸不得顺 还有很累 那我会考虑ammonium carbonicum 好了 那另外一种叫badonna badonna 在现时的香港的医疗 那个制度之后 用badonna是一种禁药来的 是完全不可以用的 那虽然在同样疗法的badonna 是稀释的 稀释的根本是不在任何一粒成分存在的 所以,如果用Beladonna 如果你去驗,它会驗到任何东西 我们说的层面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Beladonna这个阵型 是很严重的经痛 很多时候有一种下压的疼 而它流出的经血 通常会很鲜红 会有鲜红的鲜血出现 还有Beladonna那种痛症 流出的血是很热的 当然也会有少少血化 Beladonna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 性欲在这段时间是比较低的 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它右边痛得很厉害 比如右边的卵巢或者各方面 它觉得特别痛 如果我遇到一个症状 一个病人流出鲜血 痛得很厉害 有下聚感 而且它流出的经理很红 很轻的 又是右边为主 面上可能很红薄薄 很红,很鲜红的感觉 我们就会考虑用Beladonna这种痛症 这种疗症 另外一种叫Cactus Cactus 其实是由先人掌造出来的 是由先人掌提炼出来的 Cactus 主要的阵营是很特别的 Cactus的阵营就好像有一个铁碗 在那里挤住你 在那里挤住你 你觉得子宫的部分 好像有一条铁线 或者有一条崩带 是来扎住它 令到那些人 大哀大哀大哀大痛出来 真的很痛 如果你问它怎样痛 好像有一个铁环 在那里固死我那种 就算你心脏病也可以 如果你的心脏病 你的痛的地方可能是心脏胸厚 如果你感觉好像有一个铁碗在那里挤住心脏 那这个也是Cactus的症 就是先人掌的症形 如果你的痛症在子宫那里 亦都经历这种 好像抽策那种痛法 那你就会考虑用Cactus 好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Calforce 就是那个轮化鈣 Calforce通常应用的地方 通常是年轻的少女 由一初经开始就经痛 嗯 那很多大人都是这样继续的 那如果你有病历里面 你见到它呢 它经痛呢 由初经开始就开始了 那你要考虑用Calforce这个尿剂 是 好了 那另外一种呢 叫Sabina 那Sabina那种痛症呢 有很严重的痛 那很多时候的痛呢 痛在那个腰背 下腰背 和那个底骨 Sacred那里 那有一种痛呢 由后面呢 由下腰呢 就慢慢伸展到呢 前面那个 那个阴 那个阴 那个阴部的地方 那个Pubic的地方 那有时它痛呢 又说怎么痛呢 它好像那些骨呢 好像裂开那种痛 很辛苦 那种痛 那如果血呢 就是流得很厉害了 是 那还有呢 如果呢 如果是接近旌旗啊 或者它有纤维柳啊 或者有其他的 就是和子宫那方面的问题出现呢 那这种流血呢 譬如有时候 有些孕妇呢 生育什么子的时候呢 她那个 她那个 那个胎盘呢 还没脱出来呢 都可以这样用的 那从而呢 Sabina呢 通常呢 他们在旌旗的时候呢 性欲呢 比较加强一点 哦 那就是由这几个阵形呢 我们会断定呢 可能这个Case呢 是Sabina的阵形的 那这个同类疗法那方面 好了 那另外一种呢 我们叫做Viburnan Opulus 叫Cram Bark Cram Bark 顾名思义呢 就是抽缩的树皮 那样 那很明年呢 它那种是突然之间的抽缩 那种痛呢 那荊棘呢 可能会迟一点点 还有荊棘量会比较少 那 还有呢 它的荊棘量呢 就可能呢 会持续几个钟头呢 跟着呢 是那个气味比较重一点的 那通常呢 那些 那些 適合这种最正型的女士呢 呢 比较会高 消瘦一点 那头发呢 可能呢 就是比较暗一点的 深色的头发呢 那些人呢 就很歇斯底里 很紧张啊 很容易闻疹啊 那样的 那还有呢 它通常呢 它那个 很容易呢 是有早期的流产的 就是孕阔方面 那它就很容易出现流产的现象 那 那 那种痛法呢 就由那个 背痛那方面 很严厉的背痛呢 由后面呢 伸展到前面的 或者呢 是环绕那个腹部呢 是走落子宫的 那种痛就是这样的痛法 由后面呢 走走走走走下去 是这样的 那 很详细的 全医生的 通过都有这么多只的 是啦 那你要 就是要辨证 那你才可以 找到这方面的 那个 的正形 那如果你问它呢 那 那 就是它会觉得我痛到 我痛不欲生 是 就是那种痛失快 是很厉害的 嗯 那这个就是 那另外一种 比较常用的呢 是一种差不多是 叫做 senfocylum phroxenum 是 Brigley Asher 那这个 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叫它是 专门针对这种 神经性的 的经痛 那当然呢 痛错当然有神经的那方面 那通常呢 这种痛的时候呢 可能有头痛的 有加上头痛 背痛啊 还有痛呢 就痛到脚内側那方面 那种的痛 那当然呢 它的经量呢 可能都是 都是很稠啦 很黑啦 是吧 那么呢 同时呢 就是很多白带啊 那样的 那人呢 就比较消瘦啦 比较少少 神经衰弱 那样啦 营养吸收又差啦 还有呢 可能呢 就是那种类症啊 酷呢 如何形容呢 好像呢 是那些电射的 电射的 patriarch那种 散的 Обяз情 可以形容这种痛症 这个症的疗剂是 Sanphosinofraxenum 另外一种疗剂叫Nuxvormica Nuxvormica的那种惊痛 当然也是在底椎那里 但是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Nuxvormica的人 就常常觉得他有便宜 他惊痛的时候想去泼 但有时候想去泼 也未必泼得到 这种症状的时候 有些人说我想吐 也不能吐 我想吐也不能吐 这种感觉之后 我会考虑Nuxvormica 我们都看到疼剂 我们医院这方面的工具很多 但跟一般西医中医是很不同的 可以视乎每个症状 我再给你多一些例子 有一种叫Colosinofra Colosinofra是苦瓜 你想苦瓜就是这样 当一个人经痛的时候 其面就皱得像苦瓜 扭曲了 它全松了 那这个疼痛 在她身体的情况 会坐在这里 拿着手针 接着 整个伤跳 抱起来,很大力地夹着腹部 这种是苦瓜症状 cholocentrum的那种痛 抽得很厉害的 它要大力按摩 大力按着腹部 另外一种magnetium phosphate 那种痛就是抽痛、胀胀 但它会用热水袋去敷它 就是那种感觉 用热水袋去敷它 如果用很简单的痛 抽痛有一种胀胀 用热水袋来敷得舒服 我认为百分之七十三的情况 用magnetium phosphate 都处理得到的 好了,再给一个另外的疗剂 就是pouser teller pouser teller 通常那种痛 还有很多变动的 痛的位置走来走去 痛的形态又会走来走去 这种pouser teller的人 他痛的时候会哭 他不是大哭的 好像很小声声 很可怜那样哭 一一下,这一句很可怜 所以他去抱抱他 这种人很喜欢有人陪他 他不喜欢一个人 喜欢陪伴他 而且他很怕烤 你见pouser teller痛的时候 他在房间打开枪 他伸出空气来休息 才会觉得舒服 这种的症状 pouser teller不是很喜欢吃肥的东西 而且不口渴的人 这种是pouser teller症的 另外再给一个例子 Semi-safugur 那Semi-safugur那种痛 可以这么说 那种抽痛 就是会横跨大腿和盆腔的方面 直接射出来的那种痛 那人当然情绪也很低落 好像乌云丐顶 你看那个情况 你问他精神状态 他很低落 好像乌云丐顶 这个就是Semi-safugur 这种症状 那种痛症 就是在那种痛 就是横射出来的 射痛 射到大腿和盆腔的方面 那还有一个痛 就是Camomile Camomile Camomile 很多人都喝Camomile 那些茶包 Camomile 那些人 对那种痛 就是很敏感的 是 要么就很敏感 要么就很不敏感 那些人就 哇 就是发了癫的 发了毛的 你问他呢 他就发了 就是很敏感很敏感的 是 怎样你怎样去安慰他呢 都完全是 就是帮他不了的 那样 那同样这种人呢 很多时候呢 喝咖啡啊 刺激的物质啊 那样 那就更加呢 这个阵营呢 就是会加剧的 那有时候Camomile 那时候呢 他越生气就越痛 就是他 你这个发火的时候呢 哇 又痛起来的 那你就想一下Camomile 好了 再另外一句就是Coculus Coculus Indicus 这个阵营呢 通常呢 他觉得人很虚弱很软弱的 那从呢 你叫他站啊叫他走呢 他就不能走的 那还有呢 有时候呢 就有时候呢 头弯弯啊 后尾弹重重啊 Coculus 这个疗剂呢 通常呢 我会用在那些所谓的Jet Lab 就是那个时差啊 你去外国啊 那回到香港呢 他就好像 在这个痰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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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痰的 这样的情况 好了 好了 很好很多种啊 真的 是的 好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叫Scirement Cicloman 那种痛法呢 就以为三十一仔的 当然了 如果你生个十一仔 你也会说出来 如果你生不了 还没生过十一仔 你仍然用不到 就是那种痛呢 好像三十一仔那种痛 有时候,如果你是浸湿的人,或者湿的头,冲了凉之后,就会令这个情况更加严重 通常,可能经量会太早,或者可能来得很大量,经血会比较黑,还有结块 但是,Cycrumen是一个很大的症状,通常这个病人是会有一些视力上的症状 例如视力有一种闪闪的症状,或者视力有少少模糊,或者暗,或者有双影,或者斗鸡眼,这些症状出现 所以,如果见到一个病人,他告诉你,他经痛得来的时候,视力也会影响 视力分化,有些闪烈的感觉,这里可以考虑Sacrament这个疗剂 好了,另外一个叫Arigenon,Arigenon我通常用一些人在怀孕的时候,留去不止 知道一般西医,遇到这个情况之后,叫做睡床 睡几个月,我听过很多,睡几个月,总之不要动 如果我一听到这个症状,我就叫Arigenon 因为Arigenon这个疗剂,是适合一个人,经血流的时候,不能动 可以的,他一到地一走,就会流 他经常要躺在床上,不能动 如果一个病人,在惊奇痛的时候,也有流血,有这种症状 我们也会考虑Arigenon 再继续,Ignatia Ignatia这种症状,通常他不能吃甜的东西 一吃甜的东西,症状会差一点 但Ignatia这种人,很喜欢travel 很喜欢平时,喜欢旅行,去玩 Ignatia这种人,是一种很罗曼替黑的人 但自己的要求很高 很多时候,这种人,很容易失望 在情感上失望 这些人,很容易受伤症 如果不开心的时候,就常常嗨声叹气 很大声,你都嗨声叹气 这种人,很容易怕禽鳥 怕鸡,怕鸡,怕小的地方 如果你发现这个病人,平时跟他聊天 你会看到他很敏感 很容易被人说到 而且很喜欢去旅行 而且我们叫做血丝底里 有些东西,他反应得很强 这个就是Ignatia的症状 再给大家看,就是Kalicard Kalicard Kalicard这种驚奇 就是他流的经血是有刺的 刺刺刺刺刺刺刺 或者他会延迟了,甚至乎经血都不到 很多时候,他可能有纤维瘤 或者是经痛的时候,他人很怕冷 又很怕风吹 如果你问他哪个时间会差一点 他说晚上2点到4点凌晨 那时是最痛的 就是Round 3点,他会觉得是特别怕痛的 你可以看到,在同一个疗法里面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 我相信他试过很多东西 同一个疗法,我相信他未曾有机会试过 你再听我们说,你想想 你自己过去你的阵营里面 有没有遇到我刚才所说的 还有一个是硫磺,硫磺有很多痕痕的 有很多痕痕的 如果他遇到热的地方,很容易痕痕的 或者冲了凉之后,很容易痕痕的 这方面的症状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医治的所谓经痛方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方法 很多,我刚才听到有很多 疗劑有很多,就是我们要辨证的 我刚才所说的是比较常用那几只大的疗疗劑 当然也有很多,还有其他比较小的 但我们经验来说 这几个大的疗劑 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都差不多 我只要在这方面去考虑 所以在我们的听众 如果作为我们的病人 我们很需要他们能够很详细地 说出他的症状是怎样的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资料 如果你说得到,我就找得到药 如果你说不到,我就会用营养素,草药 因为那些不需要很仔细的辨证 但是如果我们要一个同学疗法的方法去做 要辨证得好,我们需要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有些人说,哇,很复杂,很难 当然,如果你自己不是同学疗法医生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能 你一个经验很丰富的同学疗法医生 就是用这个同学疗法方法 如果你试过很多很多其他方法都不行 这个绝对是一个首选的方法 还有那个效果是非常之惊人的 在我过去经验,我都是很多时候遇到病人 是试过其他方法的 中医、西医、自己买营养素 我都试过了,可能都未足够 除了我们之前这个同学疗法 简单一点,用香蜂 香蜂会用那些Margarine Lavender Carrie Sage 这个有些阵痛方面的帮助 或者Rose Lavender Candlewood 这些全部都可以帮助这些经痛 有时你可以当一种点香蜂来到闻 或者是massage 将这些油,用底油擦了之后 就在腹部按摩 好了,除了之外,运动方面如何呢? 运动通常做一些stretching 我们最近香港市面有一本书叫《医痕天下》 用很多拍打、拉筋这方面 其实我们很多病都可以用这个简单方法做得到 当然瑜伽和游泳都可以帮得到 除了这之外 有时压力大 或有些人压力大之下 就会比较多这方面的问题 任何抒减压力的方法 或者腹部的深呼吸 抵上、太极 或者用visualization 或者用听音乐 其实很多时候在某程度上都可以帮助 除此之外 脊骨神经科方面 我们会用脊骨神经条理的脊椎 因为始终脊椎的折禄神经系统 是主导身体心肝脾肺肾的 有个研究发现 在颈椎第三节 很多时候在这方面的调理 是可以帮助肌痛这方面 当然洗肠 我们都知道洗脊水来的洗肠 可以把毒素排开 还有一个叫做Castor Oil Pack Castor Oil 在Edgar Casey 是用依照很多方法的 一种叫沉麻油 那你用个涌部 是浸湿了些油之后 是放入腹部 再用软水袋去敷 这个就是Castor Oil Pack 还有Ebsen salt 那个射盐 Hoc的Ebsen salt Sys bath 或者止压 这些这样的 或者我们最近公司 有一个新的工具 是用一个苏联的太空科技 是 这个电子神经协调器 那我们会用这个方法 在脊椎方面来掃 这个治疗神经系统 是调理治疗神经系统的 那有一种就是 用那个磁力的治疗 其实都可以的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用的处理工具 其实很多很多 那我们听众 虽然你说 他都试过 我觉得他主要是用西弱的方法 那始终西弱的方法 用很多荷尔蒙来搞身体 我觉得是越搞越越和 那如果大家听众在家 有时候没有机会找到医生 那在家里你要做的时候 其实一种是用热敷的方法 是 就是用很热很热的敷的方法 用热就是浸热 那些叫Syspa 坐在一个很热的浴缸那里 那这个也是一种相当之有效的方法 好了 那我相信 希望大家听众听过之后 要知道 其实不论什么的问题都好 其实主理的方法很多 在自然疗法里面 在我经验里面 我觉得是 如果遇到这些问题 你一般的方法 试过都没有 那我觉得你考虑 用一个同类疗法的方面 这是我过去很多疑难集症 我结果都是用同类疗法的方法 处理了它 明白 多谢袁医生的解答 那希望这位听众朋友 都会认识多些同类疗法 和尝试看会不会开放自己去 去试一试这个方法 那好了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再回来解答 另外一位听众的疑难 谢谢 刚才呢 就解答了另外一位听众的问题 那现在呢 也都有一位李先生呢 也都传了email 也都是过来发问 那或者我说一说问题 大概是怎么样 嗯哼 那他呢 就是原生你的忠实Fans 他已经听了好几集了 他就有一些关于耳鸣 和滋溃性的脱发问题 是想请教医生来的 嗯 那他呢 李先生呢 他长期就有这个耳鸣问题 嚴重的呢 就会是令到耳水不平衡 也都会导致头昏的 那中西医都看过了 也都照过mri 但也都找不到病因出来 那他知道自己呢 如果工作期间压力大的时候 他就会发作的了 这几年来呢 都好一点 就没有再出现这个耳水不平衡的问题 也都没有说因此而头昏了 但是耳鸣呢 也都会因为工作压力大呢 而发作的次数会比较频密 也都会导致这个听力会下降 那当然了 他自己都尽量在公余的时间呢 会是尽量去减压的了 那但是也都不希望说 是因为工作呢 令自己太紧张了 而他本身这位李先生呢 他就是做一些IT的工作 也都已经不是做股票 或财经 这些那么紧张的行业了 那所以呢 他日间的工作呢 其实就逃避不了的 那也都是未够这个阶段去退休 未到这个阶段 那但是呢 他都清楚明白呢 其实很难根治这个耳鸣问题 但是想请教原医生你 会不会有些是有什么尽量的办法 可以帮到他去改善到呢 或者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他有两个问题 那我们整体去看看耳鸣这件事 那其实耳鸣很普遍的 那虽然我没有香港的数据 那在美国的呢 大概有成五千万人是有耳鸣的 那麽多 一千二百万人呢 是很严重的 是 就是很困扰他们的生活的 那大部分的耳鸣的人呢 慢慢都要疾患到 就是如果他有一个草草的环境 他会不会觉得的 但是很静的环境 他会觉得的 那耳鸣呢 基本上有两类的 一种呢 我们叫做主观性的 就是他自己听到的 是 一种呢 就是客观性的 就是别人都听得到的 那当然呢 在我经验里面呢 我处理多数都是subjective的 就是主观性的 好少说听完 别人都听到的 那别人听到的 多数是那个蜜薄 就是那个蜜薄 那方面比较 比较厉害很多的 那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耳鸣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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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医学上呢 我知道呢 有时候呢 如果你吃的阿士不灵 吃得太过分 那也会导致耳鸣的 吃阿士不灵 那样 那些 那些 汤医乳 喝了一点 因为它里面有一种 物质呢 叫做 那是一种草入来的 那些 有些礦泉水里面 都会有的 那这个也会喝太多 都会有可能的 那当然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那个 工作的那个 噪音之下 很大声啊 或者 那个 炮弹声音啊 炸弱声音啊 有很多人经历过这些环境之下 他就出现很长期的耳鸣 也有些耳鸣很简单 因为耳油太多 失失失失失失了 也有这些耳鸣因为我们的血压高 导致耳鸣 也有时候我们的头就受到撞击 受伤 创伤 这些导致耳鸣 当然敏感 包括主要是食物敏感 也会导致的 大约食物敏感大家可以留意到 有时候他觉得大约食感高 有时候低 对某些食物有关 可能是煎餐易毒 有些人吃了之后发炎特别多 当然耳鸣是我们耳鸣那方面的气管出现症状 简单来说有点发炎 耳鸣里面有发炎 所以耳鸣是一个毛病也会引起 或者我们上呼吸系统长期慢性的病也会导致 也有些人耳鸣是因为吃服食的西药 通常抗生素 鼻孕药 和一种止痛药 Novacain 有时候都会导致耳鸣 做一种耳鸣就跟我们血糖有关 我叫血糖低的问题 有时候因为血糖低 产生过耳鸣 其他方面 譬如烟 咖啡因 酒 还有可能有些迷玩药 导致耳鸣 但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不是那么多 也有些耳鸣是因为吃了朱古力 雪糕 微精 代糖 Aspartane 或者尖棧热度的食物导致 也有一种耳鸣是跟我们牙膠 牙膠 因为牙膠里面有很多神经线 这也会导致耳鸣这方面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成因 是 那好了 那 处理方面可以这么说 耳鸣跟我们的营养状态 其实是很大关系的 是 通常我们的食物 如果是高脂肪 高胆部醇 或者很多精炼的糖分 对我们的身体 对我们的鱼仔的健康 是十别有坏的影响的 那我们通常就要求 吃多些蔬菜类的食物 那个复合的碳水化合物是很重要的 那 如果我们要简单一点 去将我们的食物去清化它 那我试试用多些果汁 用一些蔬菜汁 这方面的浓缩的果汁 是浓缩的维他命矿物盐 还有很多酵素 是很容易吸收的酵素 是很容易给我们增加这些营养素的 那这个与我们在店铺买的 所谓的瓶装 或者罐装的那些 就很不同的 所以最后 如果作为一种治疗的工具 我尽量是用一些果汁 即是新鲜榨的果汁 好了 那我刚才提及 其实很多耳鸣 是跟我们的食物敏感有关的 那一个最简单可以知道 就是除了我们可以做一些测试 其实有些测试的单 简单自己可以做到的时候 就是你试一下做一个断食 或者你断食里面 可以用果汁的断食 这样比较容易做 那如果你在断食期间 你发现耳鸣是减了很多的 那你知道呢 你的耳鸣应该和你过去 一般食的食物有关的 饮食习惯 那你可以看 那有没有可能性 就是和我们的食物敏感那方面有关系的 明白明白 那医生 这位李先生 你也有另一个问题的 那其实呢 OK 那好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食物那方面 那我们处理方面怎么做呢 既然营养很重要 那我营养方面 我怎么做呢 我要顺量想办法呢 是将我们那个耳朵里面的循环系统 就尽量是正常化它 那也都是要保护我们内耳里面那些 那些比较精细的那些细胞 就不要被那些游离基的破坏 那还要减低我们那个营养的不良 是导致长期的问题 和长期的压力 那这是我们的处理的方法 那医疗的工具呢 其实呢 我们中国人都可能都听过了 银行叶 银行叶呢 在中国人呢 可以吃那个白果多一点的 但是银行那方面呢 我们的叶反而是西方国家发明的 就是它研究发现 原来呢 银行叶的叶不是果实呢 是可以帮我们呢 是改善我们身体的微循环系统的 是 就是那个脑袋啊 或者眼啊 或者耳朵那方面的微循环系统的 那我们呢 可以采用是经高bilober 是多方面去帮助我们那个 起码内耳的循环系统 那还有是当归 当归呢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那个 那个黄血球的细胞那方面呢 增加我们那个营养 带到我们那个 那个内耳那些 就是主要的那些细胞方面的 那大家中医呢 经常都说神龟啊 这方面的解释 那中医很多时候呢 用那个六味地黄丸 这个配方呢 是帮助这方面的 好了 那营养方面呢 在医学上呢 科学上呢 我们曾经有一个研究 在2002年的 有133位个病人呢 做一个研究呢 他们是用 静蜜注射尾 OK 那么这种情况之后呢 他 就是他不单止他听过那方面呢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耳鸣的那些声音呢 都大大减 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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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这个另外一个 这个是92002年的 那个113 133位的病人呢 做静蜜注射的那个尾 那另外呢 在1994年呢 另外一个研究呢 是用军系 在用军队里面的那些 招募那些新的士兵 400位里面呢 那他分成两组的 那他们两组呢 都是给他在一个炮弹的 那种炎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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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弹的环境之下呢 就给他来做这个实验的 那在未曾暴露 在这种炎弹的环境呢 一半的实验的人呢 就每天呢 就是喝点美的那些饮品的 那还有一半呢 就吃一些安慰药的 就是没有美的 就是假药的那样的 那最后两个月之后呢 吃假药的人呢 他们那个 那个 那个听觉的那个损号呢 是差不多是大过吃美的那方面的 那就是很明显 美肯定是对我这方面 是很有帮助的 那除了美之外呢 B杂啦 那多方面的B杂呢 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在我的经验里面呢 我们遇到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 很多病人都试过 六味地皇院的啦 一去中医都一定用这一招的啦 其实呢 效果都一般的 那中医就经常说 神虚神虚 那当然中医讲的神呢 其实就不是讲 我们那个Kidney的那个神的 是 我觉得是讲那个 腎上腺素的方面比较多些的 那很明显的 那个问题呢 是跟我们那个 那个腎上腺素的压力有关的 那还有呢 里面那个中医呢 很多磷巴推动的 那我就会用一种工具呢 是 补充个腎上腺素 在我们有一个营养素呢 叫做Drenamine 那其实呢 可以说呢 是以形补形呢 在一种腎上腺素的器官里面呢 是提炼出来的 那我就用这个方法呢 加上呢 帮助推动磷巴的营养素 叫FIMAC 那在我过去经常用这个方法呢 要加上维他命 C啊 B5啊 B6啊 这方面的大部分人都可以改善的 嗯 好了 那其他的营养 营养素呢 就有它就是Malatone Malatone呢 是做一个很大型的研究的 那这个的研究呢 那这个研究呢 都是在美国做这个 一个很大型的研究了 嗯 那他们发现呢 那当时呢 在华盛顿 华盛顿大 Saint Louis那里呢 他用了24个病人 那这个病人呢 是有两种病 一种呢 是睡眠呢 是失调 就是睡得不好 是 失眠 以及加上是耳鸣的 那他们呢 就给他们呢 就呃 呃 实现那些人呢 就用3个MG 每天就吃个Malatone 退黑激素 是 那给他4个星期的 啊 那 就呃 再跟着呢 就是呃 啊 继续呢 就就观察他4个星期 就是说呢 4个星期吃Malatone 4个星期就观察 他发现呢 他们 不单止在那个睡眠那方面改善呢 还有呢 他的耳鸣那方面呢 都都都都改善很多的 啊 那就是说呢 这个Malatone 是其中一个呢 是非常之有效的工具 那在外国呢 已经做过这方面 那个那个 就是实验的研究的了 好了 那除了啊 那个Malatone之外呢 那我都刚才提及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问题呢 跟肝有关的 中国人的肝火性啊 西方的医疗经常说 肝毒啊 这方面这样的 那所以我除了这个呢 我都会用呢 清肝的 任何清肝的草药 都有帮助的 是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用 GoQ10 那有个研究呢 有20个 subject 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那用100个Mg 一日三次 用12个星期 那有20个人里面呢 那其中7位呢 就最初呢 那个QQ10的份量是低的 慢慢慢慢慢慢加下去的 那呢 他们这几个人里面呢 7个人里面呢 他们那个耳鸣呢 是大大地减低的 那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种 营养素呢 是GoQ10的 那除了GoQ10呢 我们各样的经验呢 比如那个 那个 橄榄椰精华素啦 那个 微原素啦 Noni juice啦 Sing啦 Folic Acid啦 还有有很多是 就是清理个神那方面的 那个 那些工具呢 完全都是 也可以在这方面呢 是很大帮助的 草药方面呢 我会用Rosemary Rosemary的 草药来过啦 一亦都是一种 推动那个血液循环呢 尤其对那些 耳鸣 因为高血压导致的耳鸣呢 我用Rosemary 这种草药来给它啦 那另外一种呢 叫Avena sativa 叫Oak straw 那也都是帮助那些人呢 是 减低那个 高胆的唇啦 还有Avena sativa呢 那时候呢 是帮助那些人呢 底质虚弱啊 而导致那个 那个 那个耳鸣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一个叫Viburnum Vervan 或者叫Avi-Hip-Sop 那这种情况呢 如果个人是很紧张 很大压力 很紧张 有点程度低落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考虑呢 用Viburnum officinalis 这个Vervan 这个症状的 那我曾经都说过了 其中一个导致 那个耳鸣的原因呢 就是吃Acebillin 真的太过分了 同类疗法的药是由亚时不灵做出来的 用同类疗法的亚时不灵去医这种症状 亦都非常有效的 譬如同类双子与毒公毒 如果发现一个人是长期吃惯亚时不灵 导致这个情况 我就用同类疗法制造出来的亚时不灵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工具 其实在同类疗法方面有很多很多的疗剂 其中我自己的经验用过 有一种疗剂叫Azeron Europium 这种症状很有趣 有些人很怕听到刮刮叫的声音 在黑板一刮 一般人都很害怕 但有些人是特别对声音敏感 如果遇到这个人 通常这些人有少少的疗剂令他发疯 知道这个人对声音很敏感 我就会考虑用这个疗剂 除此之外 视乎其他的阵营 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配方 是帮助耳鸣的 有些耳鸣是旌旗来之前的耳鸣 我们就用CREOSOTAN 如果有些人的耳鸣 好像一些声音在那儿 好像有人唱歌的 有些人的耳鸣 好像有些耳鸣 有些耳鸣就好像有个火缩车 在那儿走着的声音 或者好像有些小鳥的声音 或者好像有些人在咬 耳鸣在那儿 耳鸣在那儿 那种声音 我用CREOSOTAN 好时候是视乎每一个阵营 有些耳鸣之前 后耳鸣有很多的濕疹 都裂掉了 那我就用CREOSOTAN 很多时候 在同样的疗法里面 我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症状 比如有个耳鸣 比如有个人 好像觉得是被鬼上身 是呀 那我就用MECONELON 这种尿剂 他觉得这种声音 好像鬼在那儿 上到他身 来到骚扰他 那我就用这种的症状 很多时候 让大家了解到 就是视乎每个人的症状 在同样的疗法里面 有很多很多很多方法 所以大家不要太过灰心 是的 还有很多方法 很多方法 除了Biofeedback 还有一个Magnetic 在外国也有一个研究 用14个病人去做这个研究 他有一些很严重 和是无可根治的这种耳鸣 发现用那种磁力的处理 在右边的Temporal loop 来到进行这个治疗 有14个病人里面 大部分都可以大大改善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当他有医名很严重 可以用Magnetic磁力的治疗 也有TMJ 牙膠的问题 也都可以人导致 也有些人用Tense Unit 神经系统的刺激 大家都不同的时间 我都介绍过 我们用苏联的太空科技 一种神经系统协调器 在我们适当的磁位 有时你找些磁位书 你会看到哪些磁位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耳鸣 那你将这个仪器 在那些地方 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问题 那就是 医名的成因很多 但是 如果有些人说 我怎样去预防 第一 不要去那些 太大声的地方 尽量减低化学的物质 酒精、烟、食水那方面 很多时候 都有很多这方面的物质 很多化学的物质在 也有很多影印机 影印机里面 有很多毒的物质 还有 家里的清洁剂 这些东西 也都是很严重 防猫地下 这方面 都会导致 寄命的 刚才所说 很多西药 鼻孕药 抗生素 Novacaine 这些都会的 还有高脂肪 高胆滑醇 和糖分太高的食物 都有这方面的 精炼的食物 酸性过高的肉类的食物 很多时候都会的 好了 如果一个人 想自己试一试 我有什么方法做得到呢 我建议大家 可以用那些蔬菜的juice 是 用那些蔬菜的juice 来做一个fasting 就是你自己 只用这个juice 来喝一会儿 你看这个耳朵 有没有减少了 如果这个减少了 至少你知道工具 你的食物 是不是醋液的食物 油渣的食物 太多 会导致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 耳鸣可以这样说 听完这个听众 来信也有说 其实是不容易跟着的 但是你可以 有很多办法 可以把它减少 改善它 我记得 在早年 我在多伦多 遇到一个病人 他有耳鸣 头昏 和视力减弱 这个叫做Meneer syndrome 我记得这个病人 我很多年前 几十年前 在多伦多做行医的时候 我就用同一疗疗法 一剂就 CM1M 一剂就搞定了 他几十年之后 都没有发现 真好 即是说 很多很多很惊人的工具 存在 我们可以在适当地使用 就可以了 多谢袁医生 那么专业的知识 其实这位李先生 还有第二个问题 原来他自己本身 起居饮食都尽量留意 正如刚才袁医生 有提及到 其实他本身也没有吸烟 喝酒 也尽量少吃肉类 或者尽量都不吃一些加工的食品 比如罐头 或者吃面 汽水 咖啡等等 但是他也有很多年 发生了滋溃性的脱发问题 困染了他也有好几年 那变成了 看看袁医生 你能不能帮到他呢 你听他所说 他只是说 头皮很油 很多很沥干的 应该就是 一般来说 我们要了解 脱头发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当我们头皮 血液循环变了 要么就是头皮太坏緊 或者很多油脂 是塞住了毛囊 或者是头皮很薄弱 令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少 就是养分少 导致我们的头发沽死 其实是这个主要原因来的 以前你看一下 就是脱头的人 要么他头皮很薄 或者很沥干 或者很多油脂 塞住了 在现在这位听众所说 应该是那些油益性 就是很油的 头皮很油的 就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听过 以前有些人说 用白蘭底擦头皮 听过 会生头发的 其实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遇到 这些脱脂性的头毛囊 塞了之后 白蘭底便是酒精 酒精 可以把油脂抹走 开回毛囊 大家知不知道 白蘭底前身是一种药 真的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就这样吃白蘭底 例如XO XO 不知道他本身 早然的白蘭底是一种药 所以很多时候 以前的人 有什么病 就吃一口白蘭底 一个植来医病 其实本身 因为白蘭底 是用很多草药 来提煉出来的 这个资料 我相信 一般你去买白蘭底 那些人的酒库 都不会给你一些椒 如果你真的去查回去 每一种牌子的白蘭底 背下有不同的草药 早然白蘭底是一种草药 原来是这样的 好了 如果你记住 你只能想尽办法 令到头皮鬆一点 血液循环增加一点 好了 当然 白蘭底 是有方法的 而且是不断令头皮按摩 是 有些人怕脱头发 就不敢触摸头发 怕头发会脱得多 是 其实你应该不断拉自己的头发 拉头皮 拉一下拉一下 因为头皮 要脱就脱了 你不会说 脱下它会脱多一点 你用这个方法 是不断拉一下头皮 让头皮鬆落 令到头皮软一点 令到血液循环增加 当然是用素 按摩头皮 不断洗擦它 我们有一个 太空的苏联科技 是一个电子神经气调器的 我们是tune自律神经系统 因为自律神经系统 是控制心肝脾肺肾 荷尔蒙 其实全部都是自律神经系统 控制的 我们知道 如果有任何工具 能够调理你的自律神经系统 可以这样说 是能医百病 真的这么简单 因为你身体自己医 这个工具 只不过是 教好自律神经系统 我们就会建议病人 就用这个 买把梳 插到这个 这个仪器那里 来到 刺激到头皮 刺激到头皮的血液循环 这个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好了 营养方面 我们就觉得 很多时候 脱头发 其实有某种微元素缺乏 Dr. Waller 就发现 她是一个兽医 原来兽医 用很多营养去医动物 是 兽医就不会用很多 抗生素 去医 她很多时候就希望 这些动物不要病 用很多营养素 是防止他们去生病 因为一生病之后 你座医又贵 又卖不出去 所以 小兽医在处理病 用营养 是比一般的医生好多 Dr. Waller 就发现 用一种 Teen Teen Colloidal Teen 那种微元素 对头皮 头发生长 很有帮助的 我们就用一种 在宜山人身份 这种人身份 在那个地方 它肚子养有很多微元素 是 亦有个理由 我还叫手污 大家听过 手污这个历史 我记得很几年前 我一个病人 他已经70多岁了 看他的样子是老伯伯的 但他的头发是黑的 很厉害 有时我问他 他也是家里的朋友 我问他 为什么你的头发是这么黑的 他笑笑口 就在袋子里拿了草药 给他看 随手就有 我吃了很多十年 什么呢 就是手污片 当然这些工具 不是吃一两个月有限 但我们都用手污 B12 宜山人身份 做内面的 外面做massage 如果你真的喜欢喝白兰地 白兰地茶 这个是会有帮助的 那么多事给少时间 还有不断刺激头皮 令你的头脑清醒一点 是 没错 希望可以解答到这位听众的问题 好 多谢袁医生 希望刚才那位女士 或者是李先生 或者听众朋友 都会知道更多 关于同类疗法的知识 好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多谢袁医生 多谢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场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ing.com.h